干净利索性格好 红娘觉得马大哥是再符合不过的了 跟徐姐简单的介绍了马大哥的情况后 徐姐表示可以见面看看 马大哥干净利索 家务活更是十分拿手 徐姐腹态有气质 性格也好 没准还真会是马大哥中医的类型 按照约定时间 马大哥坐车来到了长春 这个玩意吧 那就是朋友也好 你的亲戚也好 对你有时候比较好 你插门的话 你还得买点东西拿的 是不是 来到徐姐家楼下后 马大哥先没有着急进屋 他觉得自己得先去买点水果 不然空手去人家 这心里过意不去 咱就说买四样的话 你得选点好 葡萄有吗 有蛋吗 对 咱再买串那个香蕉 那就再买点橘子 买点葡萄呢 这个是皮子 这个是葡萄 不是 这是皮子 这是葡萄 赶紧来一个这个得了 这个香蕉有点小啊 来一个炭 那个不要 行了吧 这就这么个意思吧 一番精心挑选后 马大哥提着四样水果 跟红娘来到了徐姐家 就这一楼 几楼是吗 就这一楼 几楼是吗 一楼 一楼 跟你们是一个门儿啊 后门儿子 哎 我们到了 进屋进屋 来 先买点礼物 哎呀 客气了 谢谢啊 大哥 别紧说 去买点水果 来 我正式给两位介绍一下啊 马歇恩 我马大哥 许丽 我许丽 我跟谁 感觉还行 演员 能不能 对 对 好像可以 那你在什么大会 你的推荐 我在物资协作公司 这个公司是能够干我们的 那个主张 先代表没这种公司了 就像经贸公司似的 最早我们公司是 市政府经纪委 就是政府成立的下属企业 你开那个多少公司 2704 不少一个女 不少 不多啊 不多啊 这个地方消费也高 我是那个林业局 啊林业局推的 不是 我后来上那个供电了 就是那个地方供电 不是像咱们的那个国电 我们是从那个地方这边 啊 也挺好的 单位也不错 不错是不错 但是来讲 那个工资人家太低了 反正我的那个工资不多 差点 差不点 够三千块钱 啊 刚一见面 两人都表示对彼此挺有演员 接下来也各自介绍了彼此的基本情况 考虑到今天是在女方家见的面 所以细心的马大哥翻出了手机里自家房子的照片给徐姐介绍了起来 你看这是改造完的的 这是我自个儿整的门 自己也会干这活 这个门啊 他们就问我 批这个小 要300块钱 我自个儿把这个外头搞的那个硬化 什么就是那个礼食我自个儿去的 他们问我要那个500块钱 要500块钱我那没用 我那个业势 我那个都会干这个这一点 汗了 模糊了什么的 家里小便儿 两个小伙子不好 看到马大哥家的房子和他自己安的门 徐姐心里对马大哥的肯定又多了一分 但无意说出的一句话 让接下来的气氛变得紧张了起来